他15岁登上说书舞台 谈古论今 人间天上 一人扛起一台戏 无论是千人的剧场 还是几万人的露天 我这几嗓子上去保证能抓住 改革开放初期 他录制《月飞传》 引发万人空巷 殊不知 成书过程异常艰难 他一生录制传统评书 和新书超百部 达七千多集 一千多万字 网络时代 追随者依然众多 一要声音洪亮 二要顿挫痴急 装文装舞 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 2020年五一假期前夕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 正忙着录制广播节目 年欲七旬的她 依然神采飞扬 随口就是一段急性表演 进门就编你了 我看一个小伙子往那一站 大概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儿 身体未胖 皮肤挺白弯弯的眉毛 小眼睛鼓不良小嘴 头发不长 就说我们新手 您来脱口出 说你们谁都行 评书是一门古老艺术 讲求一个人 一把折扇 一块手帕 一方醒目 要将千军万马的场面 和复杂的人物形象 描摹的真实生动 世上声音甚多 唯独说书难习 说表平序 非容易 千言万语 虚记 一要声音洪亮 二要顿挫持急 装文装武 我自己 好像一台大器 被山赞 水赞 风赞 火赞 刀枪赞 盔甲赞 你叫我用兵指定不会 但是龙虎暴桃 我都懂 上背传下来 你要死记硬背 在六十余年的表演生涯中 刘兰芳先后播讲评书《百余部》 其中《岳飞传》 《杨家将》 《大汉刘邦》等评书作品 可谓家喻户晓 远播海外 这些作品累积达七千多集 一千多万字 而对于每一部作品 刘兰芳都是自真俱拙 反复推敲 这天录制节目之前 他还在对编辑撰写的脚本 进行细心修改 妻子李氏严墨 岳母在岳飞的后背上 先写下 敬中报国 你记着啊 四个字大字 敬中报国 四个字 或者敬中报国 我就改了嘛 然后拿出来银针 不要叫绣发针 或者是铁针 是拿银针好 银针好 银针针 银针也是 银针 我本来说拿银针 这都是艺术上的称 银针 银针 别拿银针不好听啊 这部《岳飞传》凝聚了刘兰芳毕生的心血 一说就是四十多年 1979年开播至今 《岳飞传》已先后在中国各地七百余家电台播出一千二百余次 成为几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岳飞传》开播之初可谓万人空向 《刘兰芳》也获得了净阶王的美誉 据说《岳飞传》热播时 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半导体收音机 一下子成了抢手货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 《岳飞传》的书梁字及梗概早已遗失 相关资料不多 要一边改编一边录制 整个过程极为不易 没资料啊 把老叔都忘了 那点东西都没了 后来找了本《荆中说月》 我说就按这个怎么改 有时候写好几千字 一看不如人花丝了 七点之哭啊 这什么玩意我写的 写完了 下面也要修改 等到六七点钟 末稿 八点半到电台 八点半开机 所以这个东西困难大的呢 就这个 那真没少点累 气得之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刘兰芳边录制节目 边随机应变现场发挥 练就了一身长书硬工 在几乎尽是男性的书坛 杀出了女性说书人的一片天 1944年 刘兰芳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 一个曲艺家庭 从小耳濡目染 14岁学唱大鼓 15岁正式学说评书 优越的自身条件 家庭的教育熏陶 给了刘兰芳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然而从艺生涯 并不是一帆风顺 怎么学呢 师爷教那话 三更半叶五更鸡 正式男儿立志时 你不是说刀刀刀炮绳一想 门起列闪 任标起闪在两旁 什么马带 邓带崩邓绳 这几个字你写吧 不会啊 怎么办 背 我的嘴 是因为常年在舞台说书 一年 就是我365天得说 345天 多年来把嘴练出来了 我说话 能刀你的耳朵 说是星 其是灯 说是灯 其是星 弱灯 弱星 弱星弱灯 要说灯 有长星灯 圆星灯 多角灯 节日灯 聚光灯 灰光灯 阴光灯 光岛 纤维灯 有红灯 绿灯 紫灯 黄灯 蓝灯 就是没有黑灯 说书人全评一张嘴 飞天遁地 古今穿梭 把听众牢牢吸引住 才是真能耐 紧要处 一句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让观众意犹未尽 如何设置好悬念 刘兰芳研究了一辈子 这个不许过沟 就算把刀一举 不许落 如果那落 把他咔嚓 杀了也好 跑了也好 这就过沟了 明天观众一个都没有了 观众是不好呼噜的 你必须想 从这个怎么往那个卖 什么时候卖这个沟 这个悬念 奔那个悬念的中间过程 叫你不知道 这就是说书演员 一辈子要研究的精华 这位让听众欲罢不能的说书人 如今却与时俱进 迷上了网络小说 每天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对他来说 这既是个人爱好 也是充实自己的一种方式 网络小说基本我都看过 无论是玄学的 什么古典的爱情小说 现代的穿越 基本都看了 看这玩意多有意思 一看五个小时 从打十点到下个夜两点 如果没有技术这里边 我不会看 我们是编书的还不到 怎么编吗 但是他已经研究的很头测 接触新鲜事物 也对我们将来说书有好处 虽然传统曲艺日渐示威 但正是这股紧跟时代的尽头 让刘兰芳一直活跃在评书界 近年来 他编创了穷牙女子特务联 彭大将军 一代儒匠陈毅等一批 现代题材评书 还将网络流行词汇加入其中 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 那么说书的人和看戏的人 锐剪 这是好事 正常 这说明我们舞台繁华 那么你想生存 那就是优胜略胎 要不断地学习紧跟时代的脚步 把艺术传承下去 努力学习 把自己的艺术推到高峰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 刘兰芳深感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她先后编创了中院市 百姓心中的一座山 特殊的订单 中华魂 中国新等一批抗议评书 一个说书人有今天 我感恩社会感恩国家 疫情期间我们没什么能力 不能够上武汉去 那么写几个段子她爱听 这算我进了绵博之律 作为我们曲艺人 说书人 好多人嘴下不太留德 我觉得是修养问题 人抬人高 自尊自重 我希望我的徒弟 应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艺术家 把艺术传承下去 我希望你能做一个道德高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